這盒是我的 這盒呢? 這盒是你的 剛才他拆的,與我無關 我不知道我看到你拿出來 不差錯 為何會有這樣的聲音出現 為何會這麼開心呢? 來吧! 有兩個王 輕賀吧! 至高、至善、至強的王誕生 靠你,我真的未看這套 這麽糟糕 我反而為何要興賀呢? 你真是完全估不到 訂和有現貨 價錢竟然會誇張得這麽交慣 差幾百而已 達到過千了 整件事 瘋了 所以變了 不過現在都可以 便宜地入都不是問題 事王 叫做剛剛做完 平成最後一個拉打 今次或者都可以看回本身時王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都覺得 逢魔時王的出場都幾震撼 第一集有出 大結局有出 他一開始就已經是 是滅殺 是滅殺 如果大家都有 我估計有 看回大結局那時 主角如何變身成為這個逢魔時王 其實這套東西都毀如參半 當然 我不可以說他去到爛的地步 個人意見 各拉打迷好抱歉 如果真的喜歡時王的話 但你真的 很久都未試過看一套 拉打 你是猜不到 跟著劇情發展會是怎樣 因為你根本真的猜不到 完全猜不到 都沒有章法可言 有些無過的拉打迷路 本身其實 最精彩的是什麼 你有機會覺得 這套不是叫時王 就叫做DK Season 2 1.5還是2.0 是的 也非常搶鏡 對 終於 或者也說回一套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 一隻 雲閒 日本一出都已經炒 我想跟他出場的氣勢 有很大的關係 聽聞他勁得很厲害 我初初都覺得這個DK 應該是蒙面超人史上最強 但是時王這樣出場 還有我看數據 當然數據可以吹 沒辦法 最強應該都暫時是時王 因為他的拳擊力是過百噸 腿擊力是三百四十幾噸 一拳KO一個最終 根本就是one punch man 這個逢魔時王 我用one punch man來形容 大結局那時 他也未試過用第二招 每次都是一下子 就把一個BOSS級的敵人KO 每一個年代的蒙面超人 最終BOSS 就被他一拳KO 你想回本身 其實Ultimate Kruger 他的腿擊力都是一百噸 其實已經很誇張 你DK本身他都只有三十噸 但你這裏是三百噸 變成他的招拉打擊 基本上都應該是史上最強 又可以控制時間 所以變成是屈肌的 好了 說完一大輪廢話 就真的看一隻東西了 他的造型很有趣 他的標奶設計 每一年都很考驗 你對拉打擊愛 這個設計真的很厲害 你問我本身 馮魔時王的設計 是不是很漂亮 很坦白說不是 像壞人 不過他跟正所謂的 final form比 那個不是神主牌 那個是佛牌 比真的好很多 所以我對他的好感度 會立即上升 還有很坦白說 史上最弱的final form 我也覺得絕對是佛牌 哇 你真的一個 一個 Dry就可以KO他 接著你給這個 another decay 好似只是魚球 都已經可以震到他變回人的形態 問你死了沒有 不過當然這個 就 depend on 導演你想怎樣就怎樣 那隻的 看一隻東西 看到本身最精彩的頭部 他亦都有很細緻的雕刻 三個秒針都看得很清楚 當然 其實本身這隻眼 拉打 都是用了透明件 而嘴裡 亦都有很細緻的黑印 看見這個builder 如果你追加一些15線 可能會再精細很多 是 其實本身他用了灰色 都很漂亮 他不是純銀色 看上去 其實我又覺得未必需要特別去做一些 加工 對 加工 拉打埋很熱情 當然 錶面那些貼紙都要貼上來 是 既然是這樣 都說回本身的配件 是 剛才說了 如果是一些硬度的拉打迷 的話 你這個ride watch 應該就不收貨 所以變了這裡 亦都有機會給朋友去做一個加工 可能貼貼紙在上面 其實就差了很遠 香港都好像有些團體做一些事情 是 小貿我是說你的 有機會請他上來 是 另外本身就 八隻造型手 全都是握和打開的 是 拳頭都有的 但大部分的手型 都是一些放鬆手 用來握著一些東西 或者張開的 其實都夠玩的 始終多一句 一些壓倒性的角色 其實他的配件也不太多 這是不是要買 加起來之前 好像有一個 是食玩 還是什麼 後面的台 是 沒有石像 那是食玩 還是什麼 好像是食玩 我沒有詳細留意 但本身其實他的 形狀也很美 就是看到這個裝 就是放在後面 這個放在前面 是 完美 真是輕賀吧 然後就排了每一個 拉打 在前面 就形 可以看一些細節位 黑色 做了一些部分 有上色 上一些光澤的黑色 本體 因為他要就可動 就用一些 叫啞小小的 圓膠的顏色 錶帶 其實它的形狀也很美 亦都預留了一些空位 讓你可動 亦都遮了部分的腰帶 不過其實腰帶本身 都不適合 見回本身 它的 Driver 細節位其實都很足 其實出到這樣 還有沒有真骨丟的需要 Good question 其實你問我 大家其實 看回鏡頭 都可以看到 本身這個時針 其實的外形 和它的可動性 都真的水準異常 你問我 他已經炒過了真骨丟的價錢 神經病 還有當然 後面最重要的 時針 和分針 亦都是全線可動 所以變了 其實有時候 你要動手動腳 都不會特別阻擋那些位置 可以想想可動性 你給我一隻 給你一隻 動 一般正常 你是不是有些位置要小心 會開花 哪些位置 不知道你剛才叫我小心一點 是嗎 就是 你跌了一個Ride Roche 不用怕 拿著那個 是的 這邊肩膀會受制於這條錶帶 真的要頂一點 拿不到上 這邊就可以 還好就是它前面的錶帶 叫什麼兜 日本人遮住前面的尿布兜 檔布 檔布 檔布位是軟膠 所以變了 不會阻擋到它的動作 已經在扭我的 膝頭哥 破綻位當然 你又不是玩flimtoys 可動性絕對不會擔心 腳那方面 似乎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妨礙可動 所以變了可以放心地扭 上半身 剛才你說是否有些地方 錶帶那裡會頂住 錶帶位 都可以的 很好玩 而且外形做得這麼漂亮 變了就這樣站 我都覺得有少少 這個Ultimate Kruger的感覺 另外本身的Ride Watch 就可以照樣放在手臂那裡 一個年輕的王 和一個年老的王 我想要兩隻 所以我們要放兩隻在那裡 就是這樣 其實要介紹 這個影片一出 這條帶 好像是鋼錶帶 很漂亮 其實我又不是太明白 你一個金撈為什麼會有鋼帶 其實這樣壯色我覺得是漂亮的 OK的 如果整隻金 就好像金好少 很鋼 都是那句 其實如果真的要炒價去玩這隻 我就覺得不值 買了 當然如果你有愛的話 作為平成 我覺得平成最強的拉打 這個名字 是逢魔時王 是沒得走的 確實是 當然遠遠都來玩 但如果你不訂 後追很痛苦 是 過千了 已經 還要日本 我說的是日本價錢 香港其實應該九塊 我覺得應該有些機會可以 但是 很坦白 我也不推薦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是值五塊 那它是雲限 本身訂應該五六百元 要嗎 要 你件有少 可玩性 其實就一般 當然 你玩得玩具的 愛是可以掩飾一切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看看你的愛去到哪裡 但你問我 我依然是不覺得 它是可以值過九百 始終RIDER 你沒有什麼配件 是 可玩性 就 不強 是 不過還好 都是那句 你看現在的真骨幾錢 那也是 但它比真骨還要貴 炒價 不過頭挺漂亮的 它很精細 講了玩具 其實 本身的 玩具的質素是高的 當然 要彈的 我剛才說了 RIDE ROCH 我覺得 它可以真的印上顏色 沒問題 不難 另外一些細節位 其實 形狀 形狀 是沒有上色 所以 變了 有多少空間 是留白了 要我們自己 喜歡那些 重度粉絲 覺得差一點的 就要自己動手 還有第三隻腳 你擺姿勢 可以定得好 第三隻腳 在後面 不是在前面 就是分針 原來是鐘 沒錯 好 那 慶賀吧 好 請等下一節 好了 我們下一節 可以慶祝一下 好 我們開白士 開白士 好 好 後竿 開完白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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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